哈哈 珊珊 還認識我嗎 咱們見過面啊 聽說珊珊能說話了 太好了 上次叔叔見你的時候 你還不能說話呢 珊珊哪 是最勇敢的孩子 是啊 我們珊珊可勇敢了 開口說話那天 為了幫小哥哥 還受傷了呢 是不是 小哥哥 什麼叫小哥哥 他們打哥哥是壞人 楊叔叔也是壞人 他騙我 他把媽媽按到浴缸裡 珊珊 誰把你媽媽按在浴缸裡了 你說李楊叔叔 是不是跟你小姨在一起的那個 那個叔叔 他 他為什麼要把媽媽按在浴缸裡啊 媽媽 媽媽要帶我去見爸爸 媽媽讓我坐在櫃子裡 不能說話 明天下午兩點 在大世界家私廣場 會有一輛車牌號為 南A43538的貨車 將一批二手家具運到你 有一個葫蘆木的櫃子裡面 藏著一個小孩 她是我的女兒 她叫珊珊 趙溪善 你幫我接到她 然後送到憶辰那兒 讓你躲櫃子裡 躲櫃子裡 但是楊叔叔叫我 楊叔叔說 媽媽生病了 楊叔叔騙我 他騙我 他把媽媽淹死了 媽媽沒了 因為我說話 媽媽才死掉的 莎莎 這不是你的錯 你是乖孩子 你沒有錯 這不是你的錯 乖 不哭 貴子